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巧克力肥业的张婉莉 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巧克力 2013年,颗粒水溶肥巧克力的出现 彻底颠覆了水溶肥都是粉状或者液体的历史 上市9年来呢,持续引领着颗粒水溶肥行业的快速发展 但是在市场推广的过程中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颗粒的水溶肥到底化的快不快,有没有残渣呢 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实地验证一下 解决各位心中的疑惑 首先呢,有请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来演示一下溶解性怎么样 接下来呢,咱们再去市场一线看看种植户是如何使用的 这是一片共种了11亩的大江 今天呢,巧克力的老用户正在施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印度土地缺水业重,页面喷湿的坠肥方式比较普遍 土豆种植户正在喷湿巧克力 省水,省肥,还可以起到饱水饱肥的作用 其实巧克力呢,不仅仅可以满足以上使用方式,还可以 用作抵肥,南非种植户正在用大型施肥设备进行抵湿 巴基斯坦用户将复合肥与巧克力复混使用 国内种植户将巧克力与复合肥复配使用 果农们通过冲湿给果树追肥 大鹏西瓜种植户正在随水冲湿巧克力 马来西亚棕榈树撒湿巧克力进行追肥 果农给苹果树撒湿 韩国烤烟上撒湿巧克力进行追肥 环湿、沟湿、血湿、喷罐、低罐、微喷罐等水肥一体化设施 墨西哥种植户使用大型设备喷湿 还可以将巧克力融化后直接灌根 所以颗粒使用肥第一人巧克力 三分钟全溶、速溶、无任何残渣 可以撒湿、血湿、喷湿、滴罐、微喷罐等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任何试费方式 用在任何经济作物上 省工、省食、省力、省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